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两个真的很挑剔 其实说起来也很挑剔 也很规茫 他们本身是比较喜欢 新古典的风格 也期待能够住得舒适 就可能女生吧 觉得比较梦幻 然后自己比较像公主 我觉得如果太过古典 就会很奢华 你不能说就是只是漂亮 可是却不适用 最后来看张德良设计师 运用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满足这对新婚夫妻的 梦想居所 七年级小夫妻 在去年新婚之前 就早已锁定新装重化区的新城屋 并且花了很长的时间 寻找了解自己装修想法的设计师 同时做足功课 并清楚知道喜欢的风格 及使用需求 屋主想要有如精品饭店般优雅的居宅 又要兼顾实用的机能 要如何办到呢 男屋主想要一间典雅的书房 要怎么完美与公共空间融合呢 屋主想要有开放式的厨房 要如何在小空间中 最大化参除空间的机能 又保有美感呢 如何利用细节打造舒适 又与众不同的卧房 屋主想要有一个是家的感觉 虽然说有古典 有现代 可是就是不能缺少 就是说家的整体感 所以我们就会想要说 挑出来的设计师 他对这一块氛围 是懂得如何去营造的 借由自身对住宅的居住体验 设计出最方便体贴的使用宅邸 并讲究美学 在其细致的设计之下 同时隐藏着精工细作的态度 用严谨的心情 视作每一个流程与工序 展现设计的诚意与自信 他是体贴居家需求的设计家 我一直觉得所谓的设计工作者 除了满足使用者对空间的一个想望 就是说以后他所有生活中 所有可能发生的大小事 我们都要去体贴而友善地去提供 并且去满足使用者的一个需求 那这些东西如果你能够照顾得好 那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 我们去减到很多不必要的生活负担 在这个案例中 设计师如何寻找灵感呢 那这个案子其实还蛮特别的 一开始其实屋主有很有急的想法 提供很多的意见 男女屋主他所提供的要求 会有一点点差异 所以说在整个设计上的话 就是我们会在一个 所谓新古典的一个大的一个架构之下 但是我们又带路了一些所谓的男主人 所喜欢的一点点现代的元素 那怎么样透过这样的差异去 产生一些新的可能的存在 那我觉得这是这个案子的一个挑战 但是也是最有趣最明显的地方 我想设计也就是这个样子 那像这个案子也跟我们其他的案子一样 都是有帮客户做一些居家调查 去了解他对生活中 所有的一些器具的一些要求 然后对于他现在现有的生活 我们也会进到他的生活的空间 去做一个了解 带到他的新家 然后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 提供友善空间的一个想法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一个居家调查 也就是我们反映在 我们所有的案件的一个标准的抓 就是我会的SOP 那这些SOP的话 大概我们累积到现在有1200多条 那这些细节我们是要求 我们的设计师 跟我自己本人的主设计师 要做交叉的确认 那这些东西的部分 如果全部的确认完成后 我相信这个部分 可以提供给所有居住的 一个比较完美而友善的一个居住场所 一进这个家 你真的会马上抓到的就是它的玄关 德亮 这个玄关好通透好秧啊 我们用一个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以前比较没有用的一个手法 用一个比较穿透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金属的构建 是 也很现代 对 已经到一个很冲透的空间 因为那个玄关空间 其实不是一个很大 是 对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表较 我觉得效果是达到我们预期的 我比较喜欢圆形的玄关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感觉比较有变化 因为一般人家里都是方的嘛 其实当初也很害怕说玄关做以后 这样隔起来反而会让空间变得比较狭小 或是怎么样 然后结果出乎意料就是第一张设计图 就是3D图我们就非常满意 这边应该就是我猜是鞋柜吧 其实卢总你知道不只这边是鞋柜 那个我们看到深色的镜子 后面那边也是 丙藏式的一个鞋柜 那因为当初我们一般在做设计的习惯 会对屋主所有的生活细节 能够做一个清楚的了解 跟甚至做一个精准的调查 你调查它有哪些东西要收 对 尤其像我很记得很特别 这个女主人他自己的鞋子 尤其高跟鞋很多 然后我们要必须要知道有多少双 是 怎样设计这样一个独透的沙拉 才可以满足使用者的所有需求 其实因为我的鞋子的数量 跟老公鞋子的数量 其实都比一般人可能还要再多一点点 就是没想到这是在我们讲之前 其实他已经就把这些都想好了 因为我后来再去看他之前 做了有点像居家调查的那一份 他其实里面就有提到说 问我们鞋子大概都是几公分 那是怎么样的形式 那像马靴的数量是怎么样 其实他这些都有帮我们考量进去 我们从应该怎么界定呢 是客厅吗 还是餐厅吗 有一道长廊的感觉 一直延伸延伸到廊道的顶端 对 当初的想法是一个大的一个 木皮的一个所谓的 MOZ型架构的设计 是 同时界定出这个客厅跟餐厅的空间 然后利用这样一个质感 也希望去营造出一种类饭店的一种 氛围跟质感 而且你这样做 会让我觉得这个家变长变大了 对 因为它一直延伸下去 而且等会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廊道的底端 然后我们有透过灯光还在展示的那色彩 它其实味道还真的蛮像饭店的感觉 那我觉得这个走到这样子 刚好可以利用它这个空间 看能不能做个延伸这样子 我觉得灯光也很重要 那我觉得可以在那个灯沟上面打灯 这样延伸过去整个空间感会不一样 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 我非常喜欢书房 而且是通透的书房 是 当初营造一个通透的空间 是希望能够把书房空间 跟所谓客厅空间做个连结 然后进而就可以达到四角延伸的效果 工领域变宽敞的感觉 是 而且您知道吗 像他们夫妻有时候会有在家工作需求 做这样一个开放式的一个书房 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维持跟其他 在其他空间的家人 一个很好一个互动的环节 是 都看得清清楚楚 每个人在做什么 客厅啊 餐子都看得清楚 是 当初的想法一开始就有设定说 我想要做一个全透明玻璃的书房 用玻璃做成全透明的就是说 比如说你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 你放眼望过去 其实穿透感很够 所以你的客厅其实 看起来还是一样很大 我不喜欢有很多杂乱的线 所以它在比如说书桌 也会帮我做一个线槽 可以直接把一些 螢幕的线都藏起来 我也要求自己是做了一个卧槽 平常有时候你悠闲的时候 下午可以躺在那边看书 享受一些午后那种 喝个咖啡那种感觉 那我也发现书桌也很特别 是用比较几何的图形 对 因为我们希望这样一个空间里面 让书桌也形成这个所谓的 客厅的一个延伸的一个焦点 我有找一些相关的图片 有一些点子说 我想要有点不规则变化 有大有小 后来出来的结果就是相当满意 因为它在使用上 在功能上 在美观上都有达到我的要求 而且陆总你知道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吗 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吗 看不出来齁 我试给你看 你看一下 哦 头 本来以为按投影机这边很酷 真正酷的是这个部分 你把投影机放在书房里 其实我们两个还蛮喜欢看电影的 再加上其实也有考虑到 以后如果小朋友出生 或是未来有小孩 很难出去外面看电影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在家里装一个投影机 设计说我要做升降式的把它隐藏起来 设计师就帮我藏在天花板上面 那其实平常不降下来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一般人会习惯把投影机放在客厅的天花板区 可是这个天花板的空间就被 因为投影机占用给受限 它就选择没这么大的气 其实这些理由 我们就把它放在后面的位置 可是一般人就算不懂科技也会拆 难道隔一层玻璃不会有影响吗 这个当初我们因为玻璃 我们担心会投影机出来会产生一些折射 或是光摔 但是我们在公司也做了很多的测试 然后也跟相关的玻璃厂商 也跟屋主做了很多的互动跟沟通 就是做出来的结果是屋主非常满意的 了解了原来透过玻璃装投影机 只要经过不断的测试跟贴心的设计之余 它跟电影院是一模一样的 人家酒馆好漂亮 然后甚至有朋友就会开始说 记酒在你家 然后以后来你家喝 所以其实里面现在有好几支朋友寄了酒 也是一些客人进来看到浴室会觉得 很吸引他们讨论的一个元素 对 我们要有来的 我们要对我来體育来 以来 好 还要来